说起欢愉影视,旗下艺人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很受大众喜爱,而每年的排名翻位也倒进了娱乐圈的现实,果然不红是原罪。 2019年元旦,徐凯和白露还未成一哥一姐,排名前三的是宁静、吴景颜、陈晓。 三年过去后,挑大梁的已然变成徐凯和白露、吴景颜、聂远、宋威龙紧随其后,其他人排名变化不太明显,可能是出镜作品上。 今年余正再次更新自家艺人排位表,满满的都是爱,活了就在前面,徐凯和白露未免成功,一哥一姐的位置看来是不可撼动。 前者凭借上市,民航昆仑虚,爱的二八定律资源不断,后者则是御楼春,警察荣誉,周深如故,一生一世,且两人都有几部带播剧,期待他们的精彩作品。 紧随其后的就是吴景颜、聂远、宋威龙、杨蓉等人,位置如往常一般无二,其中最为明显的昌龙,可以说是大幅度上升,排名十三。 他曾出演过《玉楼春》、《乔家的儿女》和《青青日常》等作品,尤其是第三部,因饰演憨厚有趣的《五少竹隐奇》,备受网友喜爱和推崇。 虽然外表看起来胸无大志,完事不公,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很通透的人。 对于朝堂上的权力斗争,他并不愿意掺和,可为了兄弟和朋友,甘愿两肋插刀。 而且对妻子上官敬也很用心,两人是一对欢喜冤家,承包剧中不少笑点和泪点。 他的出圈是必然,未来可泣,说不定下次就冲到前五。 至于说三人下跌,指的是张艺杰、王艺哲、米热。 张艺杰曾与白露合作过《大王不容易》,之后也参加了几档综艺节目,但效果差强人意,名次自然也就下降。 王艺哲起初几乎都是演的配角,近几年才开始逐渐当主角,比如《玉楼春》和《青春正好》,播出后反响平平,热度不高。 米热和迪丽热巴士同学一直都是男二、男三之类的角色,像《祝亲好中》的风流公子沈玉,勇敢的翅膀里的飞行员无憾。 演技可圈可点,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,反正不管怎么说,这张排名范围依表明娱乐圈有多现实。 活了就往前走,不火靠后站,能凭借的只有自身演技和实力。 徐凯和白露不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吗? 如今俨然成了欢与影视的一个意见。 小杨真的好喜欢两人合作时的默契感,从招摇到烈火君相磕得十分上头。 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招摇夫妇和真相夫妇,共情能力超强,所以提升自己征服观众才是王道,切不可投机取巧。 最后恭喜徐凯和白露未免成功,希望明年依旧如此,永远爱你们。